香港社会各界表示 全力支持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和实施 香港国安法的出台正逢其时 堵塞了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法律漏洞 将为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援 提供强大支撑 香港过去一直没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今天人大常委全票通过 有关的法律 我觉得是应该感谢中央对香港 我们在香港工作的支持 有了法律之后 关键还是要把这个法律执行好 我希望有关的执行机构 都必须把这个执行工作做好 香港社会能够尽快地稳定下来 使得香港市民包括我们的年轻人 有更好的世界发展机会 国安法的通过 把香港在国家安全这方面 原来法律保障上的一个缺口 把它封堵了 这个对于香港一国两制 行稳资源非常重要 香港可以重新出发了 香港回归23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国两制非常成功 国安立法就更加完善了一国两制 那么香港就得到长治久安 那我们香港的市民也就能够安居若叶 在香港回归组合23周年纪念日前时 全国领大常委会 全票通过港区各安法 既有利息意义 港区各安法维护各家安全主权 实现急暴急乱 我们香港各自全力支持 并兼职用户 让香港恢复安宁 重新出发 发展经济 照顾港人 港区国安法 这是中央处理香港事务的重大举措 是对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坚持和完善 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具有历史性旅程碑的重要意义 我们深受鼓舞 坚定信心 接上立法和先合法和情 有力推进香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有力保障香港市民享有的合法权益 香港民主建港协进联盟今天发表声明 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香港国安法 声明强调 香港国安法的出台正逢其时 堵塞了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漏洞 为香港社会的稳定和一国两制的持续 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 香港工会联合会今天发表声明 对香港国安法表示热烈欢迎和拥护支持 声明说 基于过去的安全隐患 香港国安法的尽快实施 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 这对恢复香港社会秩序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尤为重要 港人合法权益也能得到更全面保护 令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国安立法可以稳定香港的市民企业 对未来祖国的发展 文化经济有更加坚定的信心 坚决支持国安立法 我想最终一个立法以后 使香港社会有一个稳定性 整个社会稳定 我们香港可以重新出发 这个对香港